没眼看邪影,人中看福寿,这是一个古老的谚语,在中国传承已久,它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相貌不单单是肉体的外表,还能够反映出这个人的内在品质和福祉。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佛学禅语。 在古代,人们经常会来看一个人的脸,有的说生而富贵,过而易亡,有的说刘秀是国囚,一个人的脸似乎隐藏着许多秘密, 但人生不能迷信否则,陈胜吴广的那句宁为玉碎,不为瓦权会激励一代代人去奋斗,你能理解额头上的眼睛看到邪恶。 人的忠心看到财富和长寿这句话的含义吗? 如何在眉毛和眼睛中看到邪恶的东西,没有一个人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只是这种努力或多或少的浮以运气的因素。 在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那些运气起飞的人被说成是神仙,关于面向的许多传说也流传下来, 有的代表人的善,有的代表人的恶,但大多数门派还是与文化有关。 说到底,我们面对的是人,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什么,你没有眼睛吗?老妇人回答道。 难道你没有眼睛和耳朵吗?但这里的眼睛和耳朵指的是暗示和线索,从长远来看,会发现很多东西, 无论你是否贪婪,无论你是否作恶,别人都会通过长期观察得到一些线索,叛逆的诸侯王的普通行为会透露出一些线索, 眉毛这个词也指一个人的身份,在《小庙金城马军墓》中写道, 马氏身旁抱一小儿,化眉,黑发,肤如玉血,流氓,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贪婪, 在古代,许多王公贵族都很贪婪,但有的人贪恋权力,有的人贪恋名利。 而那些贪恋名利和地位的人可以从他们的内心和行为中感受到贪婪, 一个人的财运可以从他的周围环境中看出来,古人长思内敛,很多贵族在生活中往往比较低调, 所以他们可能感觉不到衣服上的那份福气,为什么能看到人们是否有福气? 然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情况并非如此,在《左传》中写道, 另一天在外面,他和沈淑玉说话,但后者没有回答,他就退出了, 在《白玉经》中写道,天上虽受小乐,人中无时有,古时候,人们以天为时。 阴天而活,如果一个人整天念朝黄土被朝天地工作,那么他的工作就会非常辛苦, 整个人的外表就会披上劳动者的光辉,而那些富贵人家的人多是富贵显中求,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自然是可分的,古代的生活和医疗条件不是现在这样, 那些衣食无忧的人相对来说更有头脑,自然要比普通劳动者好得多, 精神面貌的差异也很明显,那些养尊处优的人,财富和贵族地位直线上升, 而那些整天在烈日下工作的人则是皮糙肉厚的庄稼人, 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的生活条件差异很大。 习惯和精神状态也大不相同,即使穿着同样的衣服, 人们似乎也能轻易地分辨出谁看起来很有福气, 虽然不容易看透人们的内心,但从他们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很多东西, 从喜欢作恶的人,到只能工作的人,再到生来就能享受福报的人,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还是健康的,没有人可以不受环境的。 没眼看血隐,人中看福寿, 这句话其实是出自古代一个叫张行俭的人之口, 他是金章宗时期的一位大学士,专攻天文历法以及五行学说, 他写过一部专门研究面向的书叫《人伦大统赋》。 《人伦大统赋》这本书在后世非常有影响力, 甚至还被收录到清代的《四库全书》当中, 清代名人纪晓兰对张行俭在天文术术方面的成就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们知道《四库全书》是古代规模最大的从书, 也是整个清代在文化学术方面极大成的一部宝典, 那么张行俭研究面向的《人伦大统赋》凭什么能被如此权威的《四库全书》收录呢? 没眼看邪影,人中看福寿, 这句诗人秘诀是出自金朝张行俭《人伦大统赋》当中的理论。 《人伦大统赋》被清代的《四库全书》收录是因为它有一个最大价值, 就是被朝廷当作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在金朝以后,历代科考面试都将考生的面向和气质纳入到评审的范围, 而《人伦大统赋》被誉为是《极像术众家之掌》的权威典籍, 自然就成为了朝廷招贤大事实的重要参考。 古人认为,银是万恶之首, 所以在选拔朝廷官员的时候, 首要考察的项目就是以貌取人, 通过各种面向的方法来辨别一个人是否是邪影之人。 没眼看邪影是指通过一个人的眉毛和眼睛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品质是否邪恶, 按照传统的说法, 眉毛和眼睛是人的阳物和阴物是人体中最为重要的器官, 如果一个人的眉毛浓密而直, 眼睛明亮有神, 就说明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比较健康, 心地比较善良。 相反, 如果一个人的眉毛稀疏而弯曲, 眼神枯搞无光, 就说明这个人有着邪恶的品质和不良的心态。 没眼看邪影, 人中看福寿是, 人伦大统赋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诗人口诀, 古人为啥这样说? 具体咋看呢, 人伦大统赋认为, 一个人是否邪隐, 只要看他的眉眼就能分辨, 比如那种很会撩人的女子, 一般都有一对媚态勾人的眉眼, 时不时抛个媚眼, 就可以让男人鬼迷心窍沉沦其中, 这也就是古人口中的狐媚女子, 这种女人一般通过自己的姿色和行为中的男人的家庭妻离子散, 十分可恨, 那么男人的眉眼, 其实同样也能泄露他的本性, 比如贼眉鼠眼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 好色之人更无法掩饰眉眼当中暗藏的奸邪之气, 这就是张行俭对眉眼看邪淫理论的解释。 男人如何通过眉眼看邪淫呢? 我们用现代话来说就很好理解,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一个眼睛光亮清澈的人, 一定是心思单纯, 为人端正, 做派君子, 一个长长邪眼瞟人的人, 多半生性骄傲, 目中无人, 且诡计多端, 一个目不对人者多半多疑, 阴险狡猾, 但有一种情况除外, 那就是目不对人, 但眼中带有一丝羞涩, 这种人通常比较自卑, 说话没底气, 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这几种眼睛判断出, 一个人是否是个正派之人, 古人说, 万恶银为首, 你是否贪婪, 是否会作恶? 别人长期的观察, 是会掌握一些头绪的,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可以通过眼睛知道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说句实话, 要是风流人物, 看见美女都是死盯着不放, 而且把眼神都盯着别人的性感部位上, 这样的人肯定是银邪之人, 老人还说, 要是风流人物, 其平常眼也是水汪汪的, 里面自有一种风情, 比如说民间常说的桃花眼, 同样要是心狠手辣的人, 其眼睛也是有表现的, 心狠手辣的人眼睛含的是凶残之气, 要是狡猾心怀不轨的, 看人的时候, 会先微笑, 但是眼神会含有狡狭的味道, 经验丰富的人, 看了一个人的眼睛, 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为人, 一个人动作可以隐瞒, 但是内心没有办法隐瞒, 心灵的窗口眼神也是没有办法隐瞒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眉眼看银邪是有几分道理的, 要是遇到桃花眼的, 要是眼含凶器的, 咱们可以提前知道这个人, 就要小心为妙了, 这种识人之数, 虽说不能百分之一百准确, 准确性也有十之八九, 我们可以试着学习根据眼神, 判断一个人, 人中看福哨, 是指通过一个人的鼻子和嘴巴, 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命运和寿命, 古人认为, 鼻子是命门, 嘴巴是饮食门, 是个人命运和寿命的关键所在, 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高挺, 而鼻翼宽阔, 嘴巴粉嫩而醇厚, 就说明这个人的生命力比较旺盛, 命运也较为顺遂, 反之, 如果一个人的鼻子塌陷, 而鼻翼狭窄, 嘴巴干裂而纯薄, 就说明这个人的生命力较弱, 命运也较为坎坷, 人中如何看福哨呢? 人中是一个常识性的急救穴位, 比如有人昏倒过去, 咱们就赶紧恰他的人中, 让他保持清醒, 那么在人伦大统赴里面, 人中这条钩纹的长短和深浅, 分别代表着他的寿命与福气, 俗话说人中身又长, 九十孙满堂, 相反, 如果是人中一条线, 而孙看不见, 这些说法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人中学这条钩如果又深又长, 那活到九十岁还能看到, 而孙满堂竟想天伦之乐, 要是又短又浅, 那不但寿命不长还有可能连后人都看不到, 还没抱上小孙子这辈子就过完了, 民间还有流传, 人中宽厚者, 主个性纯正, 为人厚重。 待人千功有礼, 人中职而端正者, 主为人刚正不阿, 圣性豪爽, 做事光明磊落等。 很多古书云, 人的福寿可以根据人中来判断, 所谓的人中在鼻子的下面, 口部的上面, 古人认为, 人要是有福气, 而且寿命比较长的话, 其人中会显得, 又深又厚又宽, 古代的很多像是, 往往根据这一点, 来判断人的福气和寿命。 请不吝点赞,